各位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第一次接触一下Trader的时候 我们先打开的时候 按一下新键 这边新键按一下 新键然后选择列印 好我们选一般的A10 A10选好的时候按一下建立 好 建立好的时候点选视窗 请把工具 预设打勾 应用程式框架打勾 控制打勾 这几个要打勾 打勾好之后呢在工作区这里选择 基本功能 按一下重设基本功能 好那这边 重设完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是 一般电脑里面给我们预设的配置 好那我们把工具相对 拉过来右手边 出现蓝色垂直线 帮它迁入 迁入到右手边因为个人是右撇子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就是移到左手边 好那这边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开启 笔刷 再开启 F6的颜色 好这个颜色面板都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把 下面色票笔刷符号 拉上来 出现蓝色水平线 好这两个面板就迁入 好在绘制的时候我这个面板是浮动 还有一个 路径管理员打开 一样把它拉过来 前入这几个是 排在一起一起做浮动 跟移动到任何的位置 方便我绘制 好那其他右边这边就开个图枕 这边图枕可以放很多 可以继续去做调整 好那再来就是 面板把它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在工作区这边 可以按下 新增工作区域 点一下 这边可以命一个专属的名字 命一下 好这按下确定 好确定完如果今天你的面板 已经被拉的乱七八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下拉选单 按一下 重设RAMP01 那全部就回到刚才预设的面板 好以上就是我们 以下Trader的面板配置设定 好